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先去讲了一下 有关于这个酬劳性的认股计划 怎么去承认你的费用 那认股计划给予的时候 因为它有一段时间的要完成 有一个既得期间 这个既得期间要完成之后 公司才有给付的义务 所以在这个既得期间 我们还没有给付之前 怎么去承认我的酬劳成本 那我们上次也有举一些例子 但是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有在课本上面的例子 因为课本的例子后面会延伸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个课本上面的例子 我们从事例八开始讲好了 上个礼拜我们举的是 对单一的员工 那么现在是指 如果不是指单一的总经理 而是对于某个中高阶的主管 给予这样的条件 请看第十五页 好 第十五页呢 看一下 十里八 它说呢 给五十位员工 然后呢 给各五十 一千股的普通股 认股权 好 那每股的认购价格 它不是无常 好 就是说 它要付钱 但这个认购价格六十块 一定会是在给予日的 这个时间看来 一定还要什么 还要低 才有诱因嘛 如果现在市场价格就十块钱 我跟你讲 你未来认购六十块 你会 你会兴奋嘛 公司会 因为给这样的一个认股计划 而激励 呃 这个 那个员工的士气嘛 不会嘛 所以它现在的给的认购价格 一定会比现在的市价还要低 它才有吉利的效果 才有酬劳的性质存在 嗯 好 然后现在呢 这个 它说每股的面值是十块钱 给予日当天的市价是八十块 好 所以用给予日那天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价值就二十块存在 好 每股就二十块的 呃 酬劳成本性质存在 那条件是什么呢 必须从X3年的1月1号开始 服务满三年后才能够行驶 而且呢 它不是可以摆着 一直等很久很久才行驶 好 它说呢 从可以行驶日起 一年之内就要去行驶 没有就失效了 好 所以这个认股权呢 不是让你一直摆着 好 好 那现在看一下 那五十个员工呢 我们大部分的期望 这五十员工在三年之内 它一定不会走人 好 所以我们就要去预估 好 请你记得 只要估计 我发生的调整变动 都不说既往 只要是估计 所以这个观念 你一定要什么 根深蒂固的 牢牢的 升职在你的脑汗里面 只要是估计 它发生变动 大概就是天经地义 有谁说 我估计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准 不可能 好 所以这边讲说 插三年的时候呢 年底我估计 好 这段期间 这三年之内 五十个员工里面 大概会有百分之十二percent的人离职 好 这是我插三年 估计这三年期间 那插三年呢 实际的离职人数就一个 好 然后再来呢 插四年 你要 它写在一起 那就每一年 每一年去估计了 我插三年估计 这三年之内 会有百分之十二的离职 好 插四年底的时候 我估计这五十个人 我估计全部 会有百分之十percent的人离职 那插五年底 我会估计的是 百分之八的人 百分之八的人会离职 好 但这插五年底 最近时间到了 有没有离职 应该都很清楚才对 好 所以这个是不是年底 估计呢 大概我们去看一下好了 基本上来讲 我们从插 一二年的 不是插三年底的时候 估计会用到 插四年会估计用到 插五年 基本上 就不太会再用到估计 因为插五年 到底有没有在职的人 就已经很清楚 因为插三 插四 插五 三年啊 三年起满了 这些人如果还在职的话 他就有什么 认股权的行使权利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每一年估计 因为我到实现的时候 是插五年底之后 记得期间才期满 插六年一整年 他必须去行使 如果没有行使 就过期了 就失效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因为我们要从插三年底 开始估计 这个酬劳的成本 因为既然要服务满三年 我不能等到第三年年底 真正实现了 那我才承认一次的酬劳费用 酬劳成本 酬劳成本是一个名词 我们用的会计科目是薪资费用 好 就想说 我们讲说 今年给年终奖金 年终奖金是一个名词 但是我们落实到 我们的会计科目的时候 就是薪资费用 好 所以 这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不同名词 好 但是我们要记得 在我们汇总到会计科目里的时候 原则上 我们不会让它太多 因为你到时候要把它 集合为用人费用 或者是年底 像每年的一月底 我们要公司如果会计人员 或者是出拿人员 他就要把每一个员工的 上个年度的薪资总额要去申报 因为五月份就要申报所得税 所以基本上我比较不希望大家用的科目太多 因为你到时候要汇总 还是要注意到 比较振掉这些麻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50个员工 我们估计会有12%的人离职 所以最后就88%的人 会行驶到这个 好 那我们呢 给的是每一个人呢 1000股 好 那我们那时候你的认购价格是60块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当时候的 我们当时候根据他的认股权的公允价值来算 每股的公允价值是18块 因为这个题目 如果 他如果有给你这个认股权的公允价值 我就用认股权的公允价值去承认我的酬劳成本 好 如果没有公允价值 他就变成是浮动的 好 因为我那时候给他的时候 这个根据选择权的定价模式去算出来 那每一个权是18块 所以50个员工有88%的人 会去在既得期间既得这个认股权 那每一个人可以认购一千股 那这个认股权的价值是18块 好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 计算机就可以拿出来 算课本上已经有答案 我觉得我们还是自己算一下 所以是50%乘上.88% 如果大家问到说 万一算出来是不是整数的话 像这个算出来是44个人 如果是43.5个人 那有半个人 所以原则上 如果是这样 我们要取整数 而且是无条件尽畏 如果算出来是43.1 那你就算44个人 好 所以我提醒你说 万一我算出来是不整数 不是一个整数 那人不能分一半啊 所以你一定要用整数来算 那原则上我们会采取无条件金贵 好 44个人一千乘上18块 所以我整个三年下来的酬劳成本 我估计是79万2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算呢 在这个79万2千 我们来看 我的酬劳成本怎么承认 所以差三年 差四年 差五年 好 那我估计的金额 好 全年是 这个时候估计是79万2千 好 然后呢 我要 这个 年数了 一共三年 这是第三年的第一年 所以三分之一 所以我要承认的 酬劳成本 所以79万2千除三 所以我第一年承认的酬劳成本是26万4千 好 所以累积的酬劳成本 也是26万4千 这是第一年 好 第二年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如果他的估计不变的话 如果他估计都不变 那就比较简单 可是你可以看一下呢 他说了 我第二年的时候 估计就10%的人会离职 所以50个人 要一减掉10% 乘上1000 乘上18 所以 这样子的估计是下来 三年我的总酬劳成本 是50个人 乘点9 乘1000 乘18 所以是81万 好 X4年我估计的时候呢 我总酬劳成本是81万 那我到今年X4年已经3年里面已经有2年了 所以我的总酬劳成本要起2 3分 好 如果3分之2 81万的3分之2 我要承认的是54万 累计下来要54万 那我上个年度已经承认了264,000 所以去减掉264,000 所以今年我承认的酬劳成本就是276,000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 我从12%的离职率估计变成10% 就估计变动 那你不要说 上年度我估计酬劳成本变少 少计了 我去做调整 不用 因为估计变动本来就不所计 好 那最后一年 我最后一年了 我不用估计了 因为实际上离职的人数50个人 我减掉 5个人 4个人 第一年离职1个 第二年离职2个 第三年又离职1个 全部4个人 所以我50个人呢 减掉 好 我真正实际上的50个人 减掉离职的4个人 去乘上每个人可以认购1000股 每股价格是18块 好 446肯1000乘18 所以是82万8千 所以我这边算出来 我就8 三年下来我要付的 好 就是82万8千 那我就三年都满了 所以全部要提满 所以我累计要82万8千 82万8千 所以是减掉上个年度累计的54万 所以我今年又承认28万8千 好 所以这个跟课本上面写的完全一样 好 只是 我本来是想说这样累计下来 课本是把它颠倒过来写也无所谓 好都可以 不用什么 因为我们还在估计当中啊 因为他要整个年度结束 三个 三个年度结束之后才能够确认 他有多少人会可以执行啊 所以第一年我现在估计 12%是三年内平均会离职 就三年内我全部会离职的是12% 不是12个人 12% 那第二年的时候我估计 这三年内全部会离职的人 有10% 所以有5个人会离职啊 可是我第二年虽然到目前来看 只有离职三个人 我怎么知道第三年 会不会离职两个人啊 所以我第二年年底的时候估计 全部会有5个人离职啊 所以我们这个 你就不用去管实际 因为我们的结算日是 三年要期满 好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算出来每一年的酬劳成本 第二个我们算出来之后 我说了 计算只是我们要写分录的一个必要的过程而已 那我要承认的是 借薪资费用没有问题啊 我刚刚已经讲 酬劳成本也是一个薪资费用 好 代方是什么 代方你要特别留意 好 因为我到时候是让他认股 我不是给他等值的现金 所以我只是要让他认股的话 我的代方一定都是跟权益相关的科目 但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执行 所以我都用资本公计 员工任股权 所以先要记得 你用的会计科目 借方都是我的薪资费用没有问题 但是代方 你要看你给的是什么 如果他可以执行的时候 我是要给现金 我们后面会讲的例子是这样 他给的条件是 你服务满多少年 我会给你相当于多少的现金的 相当于股票多少的现金 最后我配的支付的是现金 我要承认的就是负债科目 但是这个是你最后可以执行是股票 所以我用的是什么 股权相关的科目 权益相关的科目 那就是资本公级 好 员工任股权 所以跟他分路是完全一样 好 所以可以看一下 十五页的每年的分路 都是借薪资费用带 资本公级员工任股权 最后他执行了 好假设有三十五个人执行 好 那你想想看 他执行的时候 他是用六十块去执行 好 三十五个人去执行 一千股乘六十块 公司拿到两百一十万的现金 好第一个你要先 因为他执行 公司会拿到现金 而且要发给他股票 好 他会付多少现金 两百一十万 好两百一十万的 就是三十五个人 每个人可以认购一千股 每股六十块去行时认购 好 那公司会给他什么 普通股 那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普通股的股本 面值是十块钱 所以我们给他多少 三万五千股 对不对 每个一千股 那三十五个人 所以三万五千股 那就是股本三十五万 那不能直接这样子简说 就是我的资本公司 普通股一家 不行 因为他有什么 我还有原来有个资本公司 员工任股权啊 他行驶了 这个客户就要转掉了 好 那时候我们员工任股权 全部的金额在这里 全部的金额在这里 好 这个金额是几个人呢 是 四十六个人 我们现在有三十五个人去执行 所以我的员工任股权 有四十六分之三十五要转掉 所以呢 八十二万八千 除四十六乘三十五 所以我有员工任股权 六十三万要转掉 所以转的为什么 资本公司及普通股一家 好 所以两百一十万加六十三万 限掉三十五万 所以我的资本公司 普通股一家只有两百三十八万 这样看懂了吗 好 那另外的人呢 超过了差六年 都没有行驶 所以我就把原来的员工任股权 的资本公司转为 失效的员工任股权 就是也是资本公司 好 只是告诉你说 这个资本公司 就不会有再去行驶它 所以最后 差六年底 过了行驶的权力之后 你要把还没有冲掉的 员工任股权 还有几个人 还有一个人 还没有行驶 那为什么不行驶 我们不管它 好 所以我们就把它转为 这个资本公司 好 这不是员工任股权 好 这样清楚吗 这是比较简单一个例子 好 好 接下来看一下 如果 刚刚是有 我的员工任股权 我是可以可靠衡量 因为它那时候是 依据任股 选择权定价模式 它的公允价值18块 现在市地9就告诉你说 我那时候没有办法衡量 这个三年之后 可以用60块执行的 任股权的公允价值是多少 我没有办法衡量 那我们该怎么做 所以市地9 我们看一下 它也很装一个处理方式 好 16月 差一年有30个员工1000股 然后任股价格30块 面值一样10块钱 你给予日的市价也30块 那你看一下 市价也30块 你任股权也30块 其实它是等于没有价值 好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去衡量 三年之后 它的这个股票的价值有多少 所以它就没有 可靠衡量的 任股权的公允价值 好 那这个差三年呢 差一年之后的三年 要期满才能够行使 而且行使从两年 从可以行使之后的 两年之内要行使 好 没有也失效 好 那差一年底 估计10% 差二年底估计15% 那这个例子就告诉你 差三年我就不估计了 好 刚刚差三 那个就是第三年 还给你8% 我跟你讲 就不用管它 好 这个数据给你 就当做没有 因为没有意义 没有帮助 你不要被它骗了 不是要被它骗了 就是说被它混淆掉了 所以根本就不用管它 好 因为它在那里 我们就依实际 在职的人数去算就可以了 好 那因为呢 它没有 那个任股权呢 没有办法去可靠衡量 所以我根据 我每一年年底 要去承认我的酬劳成本的时候 根据年底的市价 跟我给予日的认购价格 当做我的酬劳成本的金额 那一样分三年来分摊 好 所以看一下 第一年底呢 我估计有10%的人会离职 然后 普通股的市价是34块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把这边改一下 好 不改它好了 只是不一样的情 不一样的情境 好 不一样的情形发生了 好 所以呢 我的30个人 然后呢 乘上 我有离职率是10% 好 就等于说呢 我有27个人可以执行 那执行的时候 一样是1000股 然后它的价值是多少 因为年底的市价是34块 我的 它的认购价格是30块 就等于说每一个 给它4000块的酬劳成本的意思 好 我再来算一下呢 我们看 30×9×1000×4 所以呢 我这边算出来是10万08千 好 那 很一样回到这里来 好 值这边变成X1、X2、X3 好 我的估计 我有蓝色的笔去写 我说它的模式跟刚刚那个很像 只是 只是 刚刚那个例子是 它已经在 它的给予日出 可以估计的出来 它的认股权的公允价值 十一九十不行 没有办法去估计的话 就用每一年年底的市价来计算 好 所以第一年 我估计三年下来给它10万08千 那一样要服务满三年 所以第一年10万08千除三 我第一年要承计三万六 三万六 累计就三万六 好 所以是借薪资费用带 资本供给兑许 员工任务权 三万六 好 那第二年开始 好 第二年呢 我估计有15%的离职 然后呢 会有38块的股价 好 用38块去估计 好 扣掉30块 所以每个人给8千块 那多少会拿到呢 好 30乘上.85 好 25.5 那基本上 因为这个 还是估计值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就不用去算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25.5 没有25.5 人 但是因为他还是估计值 所以我们就先不用去 无条件禁畏 好 我是说最后 但最后应该是不会有那种 不满一个人的证数 不满 不会有小数点 因为最后就是一个人离职 要不然就没离职 好 所以我现在想说 当你还在估计的当中 有这种小数点的存在的时候 你先不用去无条件禁畏 好 先不用无条件禁畏 所以 30个人乘上.85 所以是25.5 好 一样每个一千股 八个 每个人是八块钱 所以二十万四千 这时候根据 差二年底的市价来算的话 我估计整个总酬劳成本是二十万四千 我现在是什么 三年已经经过两年了 所以除三乘二 所以我应该要 累积应该有十三万六千的酬劳成本 就差第二年年底 我估计要累积下有十三万六千 扣到上个年度 所以我今年要承认十万块 我的第二年的年底 要承认的酬劳成本 成本是十万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 最后一年 好 我们有三个 全部每一年一共离职的人数 有六个人 好 所以就跟刚刚一样 我确定 到第三年年底了 既得期间期满了 可以执行的人 是三十个人减六个人 是既得离职 好 那个同学 你要不要去洗八脸 我们还有二十分钟才会下课 好 三十个人 扣掉离职的六个人 然后我 一共是 给予的是四十二块 减三十 因为 差三年底的市价是四十二块 好 所以呢 我们是 三十减六乘一千 乘一千 乘一千 乘四二块 所以呢 三年下来 我要承认的酬劳成本是二十八万八千 好 好 那实际执行的时候 那实际执行的时候 他的那个 市价是四十三块 所以等于说 我还要往下去补承认 好 因为我差四年底执行的时候 一样是二十二十四个人了 好 因为确定的 可以执行是二十四个人 然后呢 每个人可以执行的是一千户 那时候的市价是多少呢 四十三块 然后呢 我们减掉 本来应该说 应该这样子也说 我们四十三块减掉三十块 所以我全部要承认的 十三块 二十四乘一千乘十三 所以是三十一万两千 好 全部是这个 那我前面已经 这边要三十一万两千 我前面已经承认二十八万八千了 好 我再承认二十四千的酬劳成本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他没有公允价值的时候 比较麻烦一点 也就是说 你要一直算 算到他真正执行为止 好 真正执行为止 好 所以分路就跟刚刚一样 好 看他一股用三十块 所以是 金额是多少 你自己去算一下 好 一样要把员工任股权 转为普通股仪价 因为他已经行使了 好 这是分路在第十七页 想看懂吗 好 是 一开始不能用十几 十几是多少 我们要估计是这三年下来 我们要服务的酬劳成本是多少 那你第一年离职的人少 那你认为第一年要承认的酬劳成本就多 因为我们要是三年来看 因为他不是一年一年去算 你看 我们现在是说你要服务这满三年的人才可以拿到 这样看懂吗 那我第一年承认只有一个人离职 那我二十九人真的会一直维持吗 不会啊 所以我们要服务满三年 所以我要估计这三年下来 还有多少人还会留在岗位上 所以我们不会用实际数 因为你用实际数第一年离职二十一个人 你不能保证二十九个人 他三年之内都会在啊 那这样子是不是不合理 而且你的酬劳是三年之内要平均的嘛 好 所以他不会用实际数 因为他不是立马就可以去认立 可以执行的 如果他可以去执行 我当然用实际的人数 但经验不是 你要三年都在岗位上 都没有离开 我才可以让你去执行 他提供的服务 是这三年都有提供 我不能把所有的成本都加注在最后一年啊 他不是最后一年才提供贡献啊 这是三年之内 他都有提出他 都有贡献出来 所以我们这贡献 就必须这三年去承认相关的支出啊 就像 这关系就有点以下什么呢 就像我们的公司在折一架一样 你说我折一架是不是都不要贪啊 回到最后一年的时候 我再一次把它转 叫合理嘛 不合理啊 一样的道理 因为这个条件所提供的贡献 是在这段既得期间都有提出 都有贡献 所以在我们的配合原则之下 使用者附会的观点也是类似啊 好 他不是这个人 这些人是在最后一年才提出贡献 不是啊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 如果他施价低于他的认股权 你就没有头劳 就不用认你了 对 那这样从这样资本攻击就要减少吗 诶 课本上没有给这样的条件 没有给这样的例子过 可是根据我自己的想法 如果根据估计变动 那么当你譬如说好了 差二年底的时候 施价低于那个认股权 认购价格 好 那我应该要再加注后面这句话 就是说我认为 到他的执行日记得期间期满 股价还是会低于认股权 如果是这样 甚至我还可以想说 那我认为这个股价 甚至到他执行结束日之前 他的股价都不会高于他的什么 行使价格 那我就可以大胆去冲掉 那我就可以大胆去冲掉 我前面已经承认的酬劳成本 如果我认为未来都不可能 但是如果我不是呢 我只是因为今年度 因为某些的原因 金融还小 那他突然间产生这样的结果 那我就当年度不承认酬劳成本 因为我不预期为了他行使的时候 他的行使价格还是会低于酬劳成本 低于施价 像第四年的时候 如果他不是43 他是40块 他比前一年低 我就把他重回来 所以是调报留英语吗 调整当年度的薪资费用 就是两个对标 对 假设 同学问得很好 假设 好 我很喜欢你这样子 就说 他每天你的例子是这样 你自己去衍生情况 如果是怎样 该怎么做 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态度 假设 所以我这个X4年底他行使的时候 股价是40块 好 我前面已经成了42块了 好 所以你再看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40 就等于多了2块钱 然后24个 24 我这边是不是多记了48000 对 因为40块嘛 然后每一个人多了2千嘛 多估了2千 那2千去乘上24个人 好 所以是48000 所以当他行使的时候 我第一个先去抽 借资本公积 得取员工任股权 太薪资费用 调整当年度的薪资费用 我没有说以前的估计是错误的 好 因为你用保留英语 就表示是你以前年度的估计错误啊 不是 我当年度就根据我原来的一个 会计处理模式 当年度的股价去估计出来的 没有错误 现在只是因为什么 变动 只是变动 好 所以像这样 我就充当年度的薪资费用 好 这样清楚吗 后面就是 他一样付多少钱的现金一样 承认多少资本公积 就完全一样 好 还有没有其他 影响得到 你再说一次 就是你现在一次是走4个人 实际是走4个人 对 那一样啊 假设我们原来估计 假设这边是 我差三年 差二年底的时候 估计我的离职人数好了 因为差三年 已经实际上离职人数 也可以啦 如果说我原始 唯始都这样 最后第三年的时候 他一口气离职的人数 离职了20个人 好 20个人 他假设股价都没变 好 所以4块去乘上 1000 10个人去乘上1000 乘上13块 所以最后总 我只要给13万就好了 可是你看我前面已经承认了多少 136000 这个蓝色的比 所以我当年度就借 员工认股权 好 资本公金员工认股权 代薪资费用 3万 6000块 因为我三年下来 全部交什么 付13万就可以了 我的酬劳 我的薪资费用13万 但是在第二年年底 我就承认了136000了 所以多了6000 我就把它一样冲回来 一样都是当做 发现当年度 就估计变动当年度的调整就可以了 不用去做前期随意调整 因为如果你调整到保留英语 意思就是前期随意调整 老师如果最后一年的 那个市价变成28块的话 他只是最后一年没有问题就好了 一样 如果说你28块是最后一年的 但是你估计他行使的时候 市价还是会比较高 你就最多那一年不承认 但是如果你认为未来都不会高于30块 你就把前面所承认全部一次冲掉 他没有绝对的标准你要判断 如果现在是第三年突然间降到28块 金融海啸 可是他有两年的执行啊 好 那我估计 这个金融海啸只是什么 一时之间的 经济环境改变而造成的 我相信 因为其他行使的时候 股价还是会高于30块 就只有那一年不用认认 对 是的 也不用去调整一千的 但是如果你认为股价 从此会一蹶不振的话 你就把前面的 员工任股权的资本公寄 跟当年度的薪资费用对冲 所以当年度的薪资费用会变少 如果是最后 就是行使是当天 市价突然间 那个要把 就是市价比任股价還要低 还要把之前的成功都支掉 要啊 問題是他不会行使啊 如果当天就28块 你会用再4块去行使吗 不会嘛 我如果这么想 买公司的股票 我直接用28块去买 我干嘛要付30块 对不对 所以他有价值一定是什么 他的认购价格要低于市价 要不然就从市场去买就好了 好 这样还有没有其他的 联想的问题 好 所以这些问题 你就要去想 基本的逻辑在哪里 他给酬劳一定要有什么 一定是他给予的认购价格 要低于市价 高于市价就没有酬劳的性质存在 好 那估计变动 你是估计变动的话 都不说既往 那估计变动 当年都要不要去调整以前的 我说你要去判断 如果我认为未来 都永远不会比认购价格还要高 那我就去冲掉 如果认为未来可能 会回升会来 那我就不 当年都不调整就好了 好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 好 我们很快 赶快把这个地方看完 然后再来是股票增值计划 好 股票增值计划就说 未来如果公司的营运能够导致股票 股价能够有上升的话 他也会给予他的酬劳 前面都是什么 服务性质的 你服务满三年 我鼓励你要什么 待久一点嘛 好 对公司要有点点忠诚度 我觉得他的用意 好 所以我根据你的服务年资 你都要服务满三年 我才给你 那未来不是 我可能给你的是什么 给你说如果你让公司的营收 提升多少百分币 我就可以给你多少的一个 那个认股权 或者是 他也不是固定 你让公司的营收 跟现在给予的比较 你如果超过百分之十 我给你多少的股数认购 如果你超过百分之多少 你可以又加了 好 现在我们要看这个例子 就是这样的情形 好 他现在举这么多的例子 只跟你讲说 他的设计 他的激励方式 有很多种模式 有很多种给予的条件 好 去看一下实力10 好 实力10 他说 他四年底 本田公司 给予总经理 姓何 和总经理 五万股的股票增值权 那这一天 股票的市价是30块 为预设价格 那一样要服务满三年 而且从满两年起可以行使 好 那X9年的3月1号 行使这个权利 可以领取现金 好 也就是说呢 他行使该权利 而且领取现金 然后他的股价分别是 42 448 445 49 好 50 那你要做股票增值权计划 相关的分路 好 请你记得我刚刚是不是在欠价 他如果可以行使的对象 去拿到股票 我就用资本攻击 这个例子是 他可以行使 但是他给的是什么 给的是现金 然后呢 他不是 这个例子他不是说 你让公司的营收成长多少 而是说 如果你让公司的股价 超过了30块以上 那你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领取现金 相当五万股的现金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呢 他说 差五年 因为差四年底给 所以从差五年开始算 而且还是对一个人 所以他没有离职率的估计问题 好 那只是说他到时候五万可以行使的话 公司要付多少钱的现金出去 好 那第一年呢 四十二块 那预设价格是三十块 所以 他会有增值十二块 去乘上五万股 所以他有六万块的 六十万的薪资 好 酬劳成本 那一万他要付满三年 然后呢 是两年之内要行使 好 那这三年呢 所以我们一样 他的酬劳的时间一样分三年 好 所以第一年前面看一下是八页 他写法跟我们前面写的完全一样 六十万除三分之一 所以第一年承认二十万 那第二年呢 是四十八块 所以四八块乘上五万 好 整个是九十万 然后我要除三乘二 到第二年年底 我要承认六十万 然后呢 第一年我已经承认了二十万 所以第二年 我要承认了薪资 费用四十万 好 因为他都写在这里 我就不但另外写 节省时间 那第三年 四十五块 好 然后呢 一样我每股多了十五块 十五块去乘五万股 七十五万 那我前面已经承认了六十万 所以第三年 我就要承认十五万就好了 好 但是因为呢 他行使的日期 会跟当时候行使的股价是相关的 好 所以 他这个酬劳 会变得一直 一直都是嘛 一直一样去延续下去 所以你看差八年 因为他到什么时候 他差九年的三月一号 他去执行 他认为这时候的股价已经 他认为可以行使这两年的高峰了 好 就他自己判断 所以他就去行使 所以最后公司要给他的酬劳是多少 预设价格是三十块 五十乘三 减三十是二十块 二十块呢 去乘上五万股 公司最后要给他的是一百万 好 要给的一百万 所以我把前面每一年年底做的估计 如果当年度你可以看一下 插三年底的时候 然后 不是差八年 好 我从 差四 差五 差六 差七 好 到差八年它是四十九块 四十九块 四十九块 好 然后最后一 它执行的时候是一百万 所以一百万跟九十五万 我要承认五万块的酬劳费用 薪资费用 重点来了 我们这边的算出来的 当年度承认的薪资费用都算出来了 这里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了 如果你到时候 它执行的时候可以拿到是股票 我用的是资本攻击 这个例子是 到时候如果这个总经理要执行的时候 我是拿等额的现金相当五万股的股票的 市价减掉预设价格三十块之后的现金给它 所以当我承认的时候 我承认是负债 也就是说 我每一年承认的酬劳成本是借薪资费用 代股票增值负债 它是一个负债 因为它到时候可以拿到是现金 所以它不是资本攻击 看懂吗 所以当它执行的时候 我是只把负债清偿掉 所以你可以看 在我们的十八页 它行使的话是借股票增值权 负债贷现金 它给的是现金 这样搞懂了吧 好 那如果没有行使 而放弃了 那你就把负债充掉 因为你就没有这个负债了 但是你也没有付现金啊 所以用什么 就从当年度的薪资费用 请你特别留意 只要你到时候行使的 你要给的是现金 在你还没有给之前 都是负债 在你还没有给之前 我承认是借酬劳费用 但股票增值权负债 好 那如果一样前面是不是讲说 我如果认股权行使的时候 他的金额是变少了 我是不是充代计薪资费用 这也告诉你说 他就是让他的权利睡着了 好 到了两年之后 他都没有行使 所以我就是借 借股票增值权计划 带薪资费用 就冲掉当年度的薪资费用 想看懂吗 好 好 那后面的迹象薪资 你自己看一下好咯 因为再讲下去 恐怕也太多了 可是这个地方 科目用的不太一样 嗯 哇 那可能施历十一还想讲一下 还是要讲一下好 好 我们看一下施历十一 我们就下课了 请大家称一下 好 施历十一 他说呢 浸测公司在X6年初 然后给予总经理一万股的面值十块钱 限制型股票 限制型的意思是什么呢 好 你可以看一下限制型股票 在我们的第十九月的最上面 限制型股票计划是指公司给予日级移转股票给员工 你就已经有股票了 我就已经给你股票了 但是你不能行使 跟前面不一样 前面是你要服务满多少年 你去行使以后才给你股票 现在这个例子是我先给你了 可是呢 你有的股票你不能去立即去买卖 好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在符合自己的条件之后 好 员工只有股票的权利就收到若干的限制 譬如说就不能出售 好 或者是不能把股票去当作当保平 因为意思是说 理论上你还不应该真正拥有这个股票 直接拿给你 好 也许你看到会比较开心一点 工作的效率会比较高一点 好 我猜是这样 好 好 所以我们刚刚看过限制型股票的意思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 他的其他的条件 好 那考量既得旗舰移转限制的效果后 给予日股票的供应价值是36块 哦 他有股票的供应价格 好 所以呢 那这样就比较简单一点 好 好 好 所以你可以看36块乘上1万股 他就比较简单 所以从total就是36万 好 他不一样的是在他的科目的使用 36万也要分什么 好 36万呢 我必须是从X3年 X6年 然后到 X 对 他是什么 限制型股票 然后 发行日是1月15号 X7年 好 看一下呢 他的给予日总酬劳是36万 那一共呢 36万他每年他7万2千的话 就表示要5年 好 好 他说未满 这个题目上面就讲 他给共 那个总经理 那个1万股的股票 可是跟他讲他服务满5年了 他没有服务满5年 他就股票收回来 好 他的意思 所以36万去除5 每年要贪销7万2千 好 那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先给他股票了 好 那我们先给他的股票的时候 他的科目会是什么 好 因为一开始 我就是约定未满5年 就必须将股票跟相关 鼓励教会 所以表示他现在一开始 就先给他股票 好 那先给他股票的话 他的科目会用什么样子 科目 好 去想一下 其实这边有写了 好 那我查 他一开始就先给他股票 对不起 他这边直接就已经写了 我先给他股票 但是 他还不能去执行 所以我全部叫做资本公计 带方是 地盐酬劳成本 地盐酬劳成本 请问一下 地盐酬劳成本 是什么样的科目 资产负债权益收入费用 哪一类 付债 还有没有人 我现在问的是 地盐酬劳成本是算 资产负债权益收入费用的哪一类 不在 不在 可是他在戒房 他是 对 他是资产 他是属于非流动资产 以前我们有个地盐借像 他是属于 如果以前我们的会计的分类 资产那么多分类 他其中一个就是地盐借像 那现在因为我们没有分这样 国际会计算是分流动跟非流动 所以他属于非流动 的资产 所以他是资产性质 就把他想成什么 我预付给你 预付是算什么 预付当然是算资产 所以 地盐酬劳成本 当你编表的时候 他是属于非流动资产 那每一年 我再把他从流动资产 预付费用转为费用 就这样子 好 也可以 这是两种写法 一个你可以把它写在资产的方向 第二个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什么 因为他跟 因为你写资产的时候 你相对应这个 就会有一个权益发生 那事实上 也许把它放在权益的减项会更 标准 因为这个权益是 我还没有真正给他 没有真正发生 所以我把它列在资产 有个缺点是 我资产增加 权益增加 但是这个权益 万一他不符合 服务满五年 我就可以把它收回来 所以地盐酬劳成本 他把它放在权益的底下 当做减项 也就是说 我的地盐资本公积的底下 有个限制性股票下面的减 有一个地盐酬劳成本 所以这个金额就零 也合可以 但是他如果 不放在权益的底下 当做减项 他算是什么 一个预付性质的概念 所以他是 非流动资产的概念是可以的 就放在资本公积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权益的底下的话 他就是资本公积有一个什么 限制性股票下面就是减 地盐酬劳成本 所以这个权益是零 因为他有戒 有贷二三十六万 又有一个戒 三十六万的地盐酬劳成本 所以这个 在报表上面的价值 或者金额就是零 所以他资本公积那边 要写一个限制性股票 然后还会多减一个地盐酬劳 对 那为什么就直接表认这个 因为你要表达出有这个东西存在 就像我们当时候 记得吗 我们讲说我们的固定资产 我的耐用年限期买 我的账面价值已经是零了 也就是说我的买进来成本是一百万 我累计值就提了一百万 可是我还是让他继续放在账上 为什么 因为我表示我还在使用他 你不要说成本减掉累计的就 都没有了吧 我们干嘛还要放 这样就没有允荡去反映出这个资产 目前的状况 除非我把它包废掉 为什么是放在资本公积的减项 不是直接权益 然后下面做一个地盐酬成本 然后那个客户 然后直接减掉 还要再放在资本公积的 因为要表示这个资本公积的 目前就目前的状况 它还没有真正存在 有一个资本公积的价值存在 未来如果我的地盐酬到成本 是不是会减少 差六年我会去执行 就我把地盐酬到成本 要转为薪资费用 你可以往下看 好 我差六年的时候 因为他发行股票 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 如果因为他有发行股票 所以他把这个地盐 如果是这样 他就直接当作你的股本的 投入资本的减少 就往下看 如果1月15号 他已经有给他股票了 所以我的资本公积 限制型股票 就转为股本 因为有给他股票 那也有股票溢价的资本公积 那这个东西 我会认为你的酬劳成本 就要放在投入股本 投入资本的底下 当作是一个减项 因为他这边已经给他股票 所以他已经把资本公积 限制型股票给冲掉了 好 那因为给他股票 所以我就变成是普通股 普通股 普通股溢价的资本公积 所以最后你就把 投入资本 因为你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有其他的 比较哪里已经发行的股票 你下面再减一个地眼酬劳成本 那因为地眼酬劳成本 没你会什么 因为时间的经过而去说 减少 好 所以看一下 从差六年到差八年底 每一年我都充七万两千 差六 差七 差八 好 因为差九年的时候他离职了 如果他没有离职的话 我就继续充 五年就把它充完 但是他离职了 他离职我们上面已经讲了 他要把他的股票全部收回 还要收回他呢 这当中有付给他的现金股利 好 所以差九年初 他离职了 所以到差六年底 我还是要承认这个酬劳成本 好 薪资费用 戴继酬劳成本 所以酬劳成本呢 我的三十六万 除五 乘三 应该剩下两 剩下十四万四千 所以十四万四千 最后就把它冲回来 因为我的 那个地盐酬劳成本 还剩下十四万四千 就不再发生了 所以看一下 差九年初的 一副狐狸 我们暂时不用管他 好 我们要看的是 有关于这个 有关于总经理的这部分 好 他就差九年初他离职 所以到差九年 差八年底之后的 替盐酬劳成本 还有十四万四千 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把它冲掉 好 那原来给他的股票 要收回来 原来给他的现金鼓励 要把他要回来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是不是借现金 再保留英语 就是跟他收回 收回他的 给他的现金 因为当时候发放鼓励的时候 是借保留英语吗 我现在把他要回来 是不是哪一集保留英语 就把他收回来 因为那个 第五 就是冲告两次 没有 应该是 差七年的 四月三十号 宣告 差七年 六月三十号 是发放鼓励 然后 那个是带现金 是不是 对 切应付鼓励 带现金 所以他不值了 所以这个分路 他只是做一个什么 他宣告 及发放现金鼓励的一个动作 那重点就是在于后面 后面我们要说 有关于他没有执行五年的服务的义务 就跑掉了 他就跑掉了 那我们约定好 没有到五年你就跑掉 股票给你要回来 这五年当中给你的鼓励 要跟你要回来 最后面的分路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完全是看他给的条件 来决定我们的会计怎么做 好 那后面的例子我们就不讲了 所以这一张的课本内容 我们算是讲完 接下来我们大会休息一下 大会再讲 我不得不 看一下 第一项 他应该有讲的是说 假设公司全部有100万股 所以他不是只有方方鼓励给股东 这个总经理而已 好 所以这边应该弄了一个条件 公司全部发行的股份 包含给这个总经理1万股 全部有100万股流通在外 所以这边的金额 他应该是漏掉这一句话 好 也就是说公司流通在外的股份 有100万股 100万股 他每股2块钱 他每股是2块钱 对不起 那就是1000万股 因为全部2000万 好 所以他有1000万股流通在外 只是漏掉这个数字而已 这个条件 因为他发放股力 因为他发放股力 不会单纯只对这个总经理发放股力 好 所以他是漏掉这个条件 所以 有吗 有 好 那就好 36万 36万 下面这个公司是26万 因为他的股 给他1万股 1万股扣掉 1万股面值10块钱 就10万 36万扣掉10万 不是26万的普通股仪 他说第1项 他说第1项 他第1项 他第1项 还要问吗 就他写错了吗 就他讲一下 我没有讲 你们都不知道吗 就是现在不赢了 一定是有问题 那也 哪有那个吃芝麻 不掉芝麻利的 好